中文字幕提供 上海市大陸人民醫院因發生醫護及病患的群聚感染 在3月6日醫院實施封閉管理 隨即上海市衛健委組織專家組進駐 14日在上海市禮行疫情法部會上 新康醫院發展中心主任王興鵬介紹說 市陸醫院的封閉期間 住院患者救折工作仍在此進行 不過記者從該醫院多名住院病患的家屬 了解到實際情況並不是如此 化名流淋的小朋友在5日因為手肘骨折住院 原定在8日動手術 現在小朋友在此忍痛之傲 詢問醫院打1、2、3、4、5熱線 找上海市衛健委都沒有人出面解決問題 化名王儀的小朋友 因喉爭骨頭粉碎需要做疲伴重建手術 但是在3月4日轉入錄院至今 沒有得到應有的飼料 上海市陸醫院的病患 遭遇可謂的冰山一角 當局在15號說 目前沒有採取封城、停辦等措施 但是上海市衛健委官網首頁 橙色通告說 該單位自3月14日起暫停來訪接待工作 恢復日期另行通知 上百社區出入都被封住 被封在小區快一個星期的敏恆區 恒南花園居民已經無法忍受 要求給個說法 要求解封 根據台灣中央通訊社的報導 中國防疫專家 苗曉輝在微信朋友圈 百民批評野蠻封鎖 貼文說 一個大型小區 有幾十棟樓 幾百個單位 上千居民 出現一個感染者 就封閉整個小區和所有居民 是誰發明的? 這是什麼科學防範? 這是什麼準則? 歷史會給這些決策者一個判決? 還有上海民眾勇敢站出來 舉手寫訴求 要求政府公佈疫情真實的數據